喂 莫辰 麻烦你帮我告诉一下严夏 他的事情办完了 现在立刻回公司 处理完剩下没有交的设计稿 你等一下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句没听懂 回头再跟你解释吧 就这样 你怎么来了 我正想找你帮忙的 是关于严夏的事吗 是啊 你不但是人长得帅 还聪明 严夏呢 在里面 连背影都这么帅 怎么突然收拾这么干净啊 难道消失光年 准备换地方吗 不是 是结束营业 结束营业 我 还不起欠银行的五百万 所以只能让银行 查封 店铺 和我家 原来文霄这么着急处理的 是严夏欠款的事 可能 结束不了 银行欠款 现在已经还清了 还清了 应该是吧 我 谢谢你 谢谢你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骗你 我有什么好处啊 也对 你骗我是没有好处 徐摩晨 我为了感谢你 帮助我 还清我们家的债务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呢 你是我消失光年最大的股东 你放心 五百万呢 我会分期偿还 至于这个利息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夺散呢 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你现在赶紧回公司 如果延误了交稿 丁文霄可不会放过你的 你说的 喂 喂 姐 解决怎么样了 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那可是五百万啊 我回头跟你解释 先挂了 哦 什么 你姐解决了 那可是五百万的事啊 她 她怎么解决的 我哪知道啊 姐说 懂得回来再说 年相 她不会做出什么 出格的事吧 不可能 妈 我解什么样的人 你能不知道吗 那倒是啊 喂 妈 我跟你说 咱们家欠的五百万 银行说全还清了 啊 我问具体是谁还的 银行工作人员说呀 这个是客户的资料要保密 所以 哎 眼下 你说 你说这人到底是谁呀 许墨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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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是不是我看中的那个女婿 妈 别胡说 哎 我哪儿胡说了嘛 你说 她有事不喜欢你 她能替咱们家 背那五百万的债呀 行了行了别说了 我晚上不回去了 你自己在家吃饭啊 你自己在家吃饭啊 挂了 哎呀 我还没说完呢 这孩子还害羞 哎呀 看来我的眼光还真不错 我 许墨尘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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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